SFR领涨是因为什么原因 下跌了20%的SSM 财报又有多惨烈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 还有解析GoMarkets 爱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25号 星期四 我是Eric 首先是ASS200指数上升56点 首涨在6834点 今天上涨的矿商SFR 公布了财报 给市场画了一张大大的饼 首先是强调了铜 在未来的市场缺口将会越来越大 然后是在澳洲有三个勘探项目 南非有一个 我大概翻了一下财报 他们的营收是小幅上升 但是净利润却相较上一财年 接近是翻番 其他的成本变动都比较正常 但是在完工和再产品的成本向上 却是负数 所以原本应该是成本的项目 在会计处理上变相变成了收入 反而撑高了营收 如果有做会计 并且熟悉矿业的朋友 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 这是不是在产品重新计价了 还是怎么回事 总之他们今天的股价上升了10个百分点 价格收涨在6.17 上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应该是最近暴涨的铜价 财报上的支撑力度 反而相对可能没有那么大 今天领跌的是SSM 下跌了20% 价格收跌在了1.355澳元 他们在12月中旬的时候 也是有过一段时间的下跌的 今天公布的财报是显示他们营收下跌了17.7% 营运产生的吸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是下跌了30% 还没有计算110万的并购费用 净利润下跌了37.8% 补息接近砍半 从原本的四分钱降到了每股配息 2.5分钱 每股收益同比下降了41% 现在每股收益只有3.97不到四分钱 贵金属方面 黄金目前是1800美金上下震荡 目前的走势比较犹豫 短期来看还没有太明显的趋势 白银今天则是经历了一波上涨 目前报价在28美金出头的价位 比特币多控博弈也比较激烈 目前还在5万美金左右的位置震荡 原油的价格在昨天的回调之后继续走高 目前又重新回到63美金每桶上方的位置 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整体来说是在上涨的 目前已经来到了30270点左右 中国A50期货也是在上行通道 在写稿的时候正好在18888点左右 所以也祝各位发发发 今天晚些时候会公布欧元区 二月工业景气指数和经济景气指数 美国方面比较重要的数据是 2月20号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 以及2月19号当周EIA天然气互存量 各位可以跟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 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